哈喽大家好,我是头上有鸡脚,大脑会思考的阿牛 2023年和往年一样,毕业人数再创新高 再次迎来一个最难毕业季 这些毕业生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人 也是疫情后就业形势最严峻的一代人 1158万年轻人走出高校 走到了社会的无数条十字路口 而迎接他们的是春招大幅缩减 大涨裁员潮和外企撤离潮 据国家统计局6月15号发布的消息 5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 16到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20.8% 首破20%,创下2018年以来新高 曾经吸纳大量毕业生就业的互联网、房地产、教培等行业 纷纷捂紧钱袋子过动 大企业普遍缩减照片计划 甚至大幅裁员 大厂如此,很多中小民企业也不好过 裁员的、欠债的、破产的不在少数 在裁员潮下,很多大龄打工人不得不黯然离开 而走出校门的毕业生也迎来了人生路上的第一次挑战 找工作 裂兵大数据研究院5月推出的2023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报告显示 只有41.82%的应届毕业生求职者表示已拿到offer 剩下近六成的应届生求职者中大多数表示 会降低薪资期待继续求职 还有一部分求职者正而准备考工、考编 这届年轻人找工作更看重安全感、稳定性以及不加班 加上工作确实难找 选择民体的应届毕业生占比仅为12.6% 校去年下降4.8个百分点 连续三年呈下降态势 而期望到机关单位、事业单位 尤其是央国企上班的毕业生明显变多了起来 总占比超过了70% 从下海到上岸 铁饭碗再次成为年轻人就业的热门选择 而国企也承担了缓解应届生就业压力的社会责任 4月26号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措施 全力促发展会民生的通知 表示支持国有企业扩大招聘规模 5月11号 全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 强调要确保央取国企 接收高校毕业生人数不低于2022年 有同学私信阿妩说 他是一个某985大学通信工程专业的22届毕业生 同班同学22人里 有7人工作 5人待业 已经工作的7个同学里 6人去了国企或行政部门 国企热背后 其实是这届毕业生审时夺势后的理性选择 国家统计局今年5月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2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1.4万元 其中国有企业的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达到了12.4万元 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5万元 仅为非私营单位的57.2% 而且私营和非私营的工资差距也在逐年扩大 2015年以来 只有2020年一年 私营单位平均工资增速高于非私营单位 除薪酬以外 大点的国企分公司遍布全国 有的就在应聘着自己的家乡 大部分提供住宿 食堂饭菜仅一两块钱 生活压力要比一线城市小得多 而且一些世界500强国际地区负责人的行政级别 甚至比所在县城的县长还要高 这些都对求职者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但他也有他的缺点 比如等级森严 规矩严苛 办事程序繁琐拖沓 工作区域被严格划分 如果岗位比较饱和 晋升也得排队等着 没有背景的人职业发展走向并不明朗 食堂虽然便宜 但菜品几乎一成不变 虽然不久就溜 但仿佛一辈子看到了尽头 国企就是这样 不仅具有生产功能 也带有强烈的生活共同体色彩 从摇篮到坟墓 他把人的一生安排得明明白白 对于没有经历过社会独大的年轻人来说 这样缺乏活力又暗流涌动的环境 有的一两年就承受不住了 而且扎堆往体制内跑 还造成了一个现象 就是学历的内卷 现在本科学历成为了一个尴尬的存在 近两年本科生的缺业率是最低的 因为在学历上他不如朔博生之乡 很难和朔博生去竞争铁饭碗 工资和晋升机制上也远不如朔博生 而在要求实操能力强的岗位上 又不如专科生技能对口和便宜 所以一些制造业基层岗位 不管是国企还是私企都更愿意招专科生 本科生能怎么办呢 只能继续深造了 今年本科生毕业后 选择考研的人数达到了史无前例的474万 但录取率仅为16.7% 这意味着多达近400万的考生 注定会落榜 他们又将何去何从呢 继续考 送外卖 还是自由之业呢 种种因素叠加 让很多毕业生不得不向父母伸手求助 据中国新闻网的消息 今年42.7%的毕业生 房租要靠父母的支持 甚至还有17.8%的人 选择通过信贷解决租金问题 20年的苦学是巨大的沉默成本 但让学生脱不掉孔一级长山的不是学历 而是社会规则和舆论 如果没有职业歧视 没有攀比之风 没有直指点点议论纷纷 没有GDP主义下的社会关系货币化 阿牛相信很多大学生 不会是孔一级的样子 他们会向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 投生到自己所喜欢的各行各业 为了交灭流言蜚语 有相当一部分高材生 就算去不了体制内 也要尽力卷去自己讨厌的互联网大厂 所以尽管互联网行业 已经不如前些年风头强劲 而且财源风波不断 人们依然对互联网大厂趋之若鹜 据智联招聘发布的 《2023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 今年有25%的应届毕业生 期望去互联网行业 在所有行业中占比最高 超期成的毕业生 希望去500人以上的中大型企业工作 这样的企业会对人进行层层筛选 有的大厂出筛完简历之后 会进行包含智力测试的比试 比试过来要进行三文面试 每文面试都可能长达一个多小时 这些竞聘的承诺成本 让大厂的公牌成为了一个身份标识 证明着它的持有者 是过五完斩六将后的胜利者 他们也因此获得了更丰厚的报酬 更舒适的工作环境 当然还有更高强度的工作 和难以调和的工作生活关系 光环背后是随时可能发生的部门变动 没日没夜的加班 复杂的人际关系 品牌上的会议 无法预知的风险和奇葩的企业文化 在这个巨大的系统中 应届生一头卷入 往往不久便会梦碎 默默离开 所以去大厂工作之前 不如先去实习 感受下环境和氛围适不适合自己 尽管人们常说人要适应环境 而不是让环境适应自己 尽管大厂的工作意味着平台 眼界以及一大批优秀的同事 但阿牛还是希望年轻人 不要过度迷信这些 因为所有的焦虑都来自于 你应该怎么样 人生是一个去魅的过程 知道自己该怎么活 比知道别人想让我们怎么活 重要得多 人不会把大厂的公牌 带进中央的坟墓里 但会把皮皮的身躯 拖进凌晨两者的出租车 救护车里 这么努力 到头来还是只换了别人一句 疯了 不管是对所有的大厂 还是对可怜的牛马 疯了 都是一个中文的评价词 如果人生只是在 循环往复的辛苦中煎熬 乐趣和意义 又何从谈起呢 意识到这一点的年轻人 把眼光投向了外企 那篇大数据显示 10.61%的毕业生求职者 想去外企 是主体之内 民企之外的第三大选择 外企 主要是欧美企业 朝九晚六 暗时发新 假期也多 没有什么狼性文化和战队文化 上下级之间比较平等 互称英文名 掌心制度也完善 据一个外企工作了八年的朋友说 他们只要完成KPI 就算不吭声 老板也会默默给涨工资 大部分外企 提倡WLB 基本不会加班 加班需要说明原因 然后有加班费 加班过多 还会被H2月谈 根据国语数据对Github上 名为Walking Time项目的统计 超过80%的外企人 在晚上8点前下班 而在民企 只有一半人8点前下班 近20%的人 在10点后才下班 而且外企很早就实施了 弹性工作制 允许员工WFH 在外企 即便被裁 也基本是裁员界的天花板 国内很多企业裁员 一般补偿N加1 不发一些找个理由 比你自动离职的 外企补偿一般是N加3 也有不少是N加6 N加9 2N加1的 甚至还有8.3N加1的 不加班和裁员补偿 只是基础 福利好在是王道 外企最大的福利 莫过于假期多 由于欧美国家 法定年假普遍在20天以上 所以绝大部分欧美企业 本身就有长期 代薪休假的规定 比如说保洁 入职年假有18天 雀巢年假是12到20天 罗氏公司年假15天以上 还有24天的代薪病假 甚至有的外企人 一年的休假假假起来 高达85天 对于婚育女性 外企更是给足福利 比如雀巢 产假能达到18周 化学公司逃逝 也有16周 虽然我国的法定产假 也有98天 但本土企业 大多数用各种方法 很灵活的 规避了这个支出 由于方方面面都让人心动 所以外企 被人们称作 内卷时代的乌托邦 在这里 打工人不用安慰自己 打工都是很卷很累的 但外企也不是 十全十美的 一是门槛相对较高 语言观是基本观 大型外企 还比较看重综合素质 还要根据招聘需求 掌握一些特定的技能 而且大部分外企 薪资并不高 根据中置咨询 在2021年的调查 本科或者数学以上 毕业生在外企的起薪 都不如民企和国企 博士毕业生在外企 入职每月不到12,2% 而民企将近15,5% 除此之外 外企薪资涨幅和上升空间 也很有限 比不了民企和国企 2019年 民企调进率为7.9% 欧美外企为7.5% 最关键是外企对全球经济的变化 比较敏感 大环境一变 好多外企裁员撤离 美国的互联网公司 比如爱比营 亚马逊 零英的公司 都在撤离中国市场 而在新兴的科技产业中 外企市场份额 也正在心里下滑 科技类外企 则逐渐把供应链 转移到了印度 东南亚等地 所以外企就业人命运 也如同浮萍一般 随着环境情欲 和公司变动而起伏 近两年 外企每年的员工增长率 都比本土企业低10%左右 快销行业招聘录取率 更是低得惊人 加上现在外企工作经验 并不吃香 大龄员工被裁员后 再找工作比较困难 无论是体制内 民企还是外企 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优缺点 春江水暖压先知 人们对工作的选择 可以体现出 实在的浪潮起伏 服务行业变迁 而应接生闷 也在用脚投票 但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意识到 工作只是谋生的手段 不再期望能从工作中 取获得什么价值感了 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开拓和创新空间减少 打工人再能跨越成 资本家的时代 工作的意义 更多变成了 总不能不工作吧 人生看似漫长 其实也不过几个十字路口 90秒的红豆后 有人执行 有人转弯 有人掉头 虽然短暂 但人们需要着短暂的停顿 稍微喘口气 思考下一程 该通往哪里 感谢大家的一键三连 和关注支持 微信公众号 关注阿牛独裁 获取完整版本稿